就是台湾对抗新冠病毒其实这次的成果非常的好 那您又负责其中相当主要的任务 包括口罩地图啦 然后到疫情比较趋缓 最后现在有振兴三倍券 都跟您有很深的关联 请您谈谈当初因应疫情在规划这些政策的时候 我们面临哪些困难 是 我想最大的一个困难就是 我们对这个疫情的了解 是随着时间过去才慢慢变多的 在1月的时候 像我自己1月9号跟国际的记者 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也只是说SARS好像又来了 也就是说当时我们并不是那么确定说 SARS 2.0 也就是您刚刚说的新的冠状病毒 跟本来的冠状病毒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所以就是一面学习一面调整 先是把当年SARS的那个做法 因为每年都有演练嘛 来试试看 但是随着大家越来越了解这个病毒之后 就知道说口罩的重要性 越来越重要 似乎不压于洗手 因为无症状的情况比较多等等 那这个都是我们必须要把我们学到的科学心智 能够用最快的速度让大家也理解 而且也可以一起创新 所以您觉得最困难的部分是在 是在就是一了解一个新的关于这个病毒的事情的时候 怎么样子准确的但是又快速的去让全民都能够了解这个情况 那这个政策决策的过程中遇到什么困难 然后您怎么克服的 我觉得最主要的在调调口罩这个政策 最主要的就是让所有人都拿得到口罩 行动支付或者其他记名的支付方式去购买 那这样子当然很自然的你就可以去建立 就是不能够在一个地方买来马上去隔壁买的这样的系统 那这样的问题是说在台湾有这样子的 支付习惯的朋友可能还不到人口的一半 这样子的意思也就是大概会有一半的朋友 没有办法买得到口罩 这样对防疫当然也没有什么作用 所以最后呢我们就是采用了 就是在药局那让大家用排队的方式 查健保牌购买 因为虽然健保牌是数位的技术 但至少有专业的钥匙能够辅导你怎么使用 而且告诉你口罩要怎么样子应用 那当然就对这个上班时间比较长 而且没有跟家人一起住的朋友就比较不方便了 因为他们一下班钥匙也下班了 好比要是我们两个应该都是这样 那所以这个时候呢 当然我们又再去研发说 你可以用手机或是到超商插卡等等 所谓2.0跟3.0的系统 但是这个在很多其他的地方 如果你想要追求效率的话 一开始会觉得这是一页没有效率的这样一种决策 那事实上当时的目的就是要 尽快让人口的七成八成以上都能够取得口罩 这当时是您的构想的实名制的部分 当时其实没有任何一件事是我的构想 要采用口罩地图那个是吴展伟 他自己在超商阶段就做到的事情 那如果是说要采用这个健保署的这套系统的话 那其实陈其麦副院长 那以及陈指挥官本来就对健保署这套系统 在我们做口罩之前就已经有了很多的想法 那或者是说如果是口罩增产这件事情 那当然沈隆金当时部长 现在副院长是主要负责这件事情 那我的工作主要就是说 把大家本来是可能有点各做各的的这些事情 那采用一些数位的方式 让大家能够接得起来 所以民间的这些做口罩地图啊 这些对话机器人 像机管署的机管家 这些朋友就不需要一个一个去跟健保署谈 他们可以透过开放的方式 及时的接取到这个更新的频率 但是创意呢大概都不是我做的 都是民间的朋友跟公部门的朋友一起合作 您非常客气 我都说您只是把大家串联起来 可是据我所知 这个您当时其实也有亲自的投入去写程式 会修改程式 但是那个是在2.0的时候 也就是说当时就是从健保署的 我们叫健保宽宜通的这支APP 这是一个系统嘛 那我们从那个报学软体稍微修改 就是官帽的EMASK系统 就是另外一套系统 但是从这套系统到这套系统 中间有一个登录认证的这样子一个过程 那这个过程呢 确实当时好像赶不起立刻上线 好像要晚一个礼拜上线 就变成什么呢 只有用读卡机的人才能够订得到口罩 没有读卡机的人 就没有办法还要再等一个礼拜 那当时我想说 如果能够加速它进行的话 我也很愿意来担任这个软体工程师的角色 所以就大概熬夜个两天吧 就把这个中间串接的部分把它写了起来 那但是这个仍然只是一小部分的贡献 最主要的还是这两个系统的开发 所以您就自己投入去修改这个城市 对啊那概念就是这样嘛 就是你先上嘛 你不行我上 这个我当时看到是蛮感动的 因为我看到您的助理就在脸书上私密的这个天文里面说 大家都说叫你老板出来改啊 或者老板就真的在改啊 我们就想说嘛 后来黄黄秦老师又把这个小谈书理 是 所以您在这个中文委员这四年内 很多事情都是干脆自己来比较快吗 没有啦 就是说刚刚说你行你来 这是绝大部分的情况 因为毕竟大家都有各自的专业嘛 是说碰到一个紧急的情况 大家都没有预料到 那但是就是缺那样 那么最后这个一里路 或者是最后改一个小部分的时候 那这部分当然我还是会写一点程式 我当然可以帮忙 那这个是可能百分之一左右的状况 嗯 OK 你真的很可气 就是另外关于最近的三倍券哦 您说您指明把三倍券捐给一个公益团体 是什么样的团体 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是采用所谓的刷三千零两千的这个数位圈的绑定的方案 那这个方案的一个特色 就是说我不用特别去想我要做什么 我只要继续如常的使用我的中华邮政的那个本来是提款卡 后来变Visa金融卡 现在变感应试 年底好像还会变悠悠悠卡的这个蛮多元的一个东西啊 那我只要去出门消费 消费满三千那理论上我就可以去提款机提出两千块来 那但是呢我在绑定的时候特别去建入了一个叫做四十分之一 140的这样子一个帮助移工的一个文化教育的一个协会 那他有他的捐赠码嘛 就是俗称爱心码5942140啊 我只要把他这样key进去 我刷满三千 我前两天就接到了简讯 说我已经刷满三千了 那刷满三千之后 他这个就入账直接到这样子一个公益团体 他所做的事情就是去看当时他们设立的时候 移工占台湾的人口的四十分之一 那这些移工们来台湾的时候说不定可以半工半读 因为我们知道他工作里面还是有一些空档 他可以稍微看一下影片或者是在线上去跟大家互动 所以呢他就把一些课程变成这样子一个线上互动的方式 当然也有开实体的课程去教他们怎么样创业 怎么样理财 怎么样子去增进自己的这个专长 那这样子的话等到他回到他的母国的时候 他就可以变成一个还不错的自己 能够不干照顾他自己 也可以把这些创业的想法 台湾这边的一些经验交给他们当地的朋友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概念 那因为三倍券其实移工朋友领不到嘛 跟口罩是不一样的 那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说 好像没有把他们包容进来 其实应该要去多资助他们做办公半读的活动 您会鼓励就是我们的观众朋友 效法您把三倍券去做公益用途吗 我想就是每个人自己的决定啊 有些人觉得再提款金 能够拿两千现金出来很开心 那这是大家自己决定的事情 我没有觉得一定要怎么样 那当然如果你已经领了纸本的话 那那个信封是很有纪念意义嘛 所以就算中间的这个三倍券 你真的捐出去了 信封还是很有价值的 是 关于三倍券的领取 其实也有一些民众反应是说 干嘛这么麻烦 像发消费券直接给我钱 等同钱的这个消费券去用好 这个三倍券也等同钱 是那为什么还要让我先花了一千块就领卖 这就是资产是真的啦 是 您怎么看呢 是像我自己在领消费券的时候 我有领 但是我就忘记这件事 因为我当时忙着创业 然后呢等到我想起来 好像有领什么券啊 已经过了 所以已经没有办法花了 那但是如果我自己有花一千块的话 那我无论如何都会把它花掉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是我自己的钱啊 那我如果不花我等于损失一千啊 所以我想就是说我拿出一千 加上政府的两千 这样一加二等于三嘛 所以是一倍加两倍等于三倍 那等到我们推出来之后呢 我们就发现哎两大超商 各自都加码一千 所以变成了四千 那然后呢你若在特定的商圈夜市 地方政府等等 不但可以抽房子啊什么之类 那很多商圈夜市它透过加倍的方法嘛 三倍就变成了六倍等等 所以就是说因为你有花这个一千 当做一个成熟的基础 所以你很快就可以看到有很多促销啊 很多振兴的这些摊位啊 它就会说变几倍变几倍变几倍 也就是说虽然你出一倍 政府出两倍加起来三倍 但是最大部分的倍数 其实是民间的经济部门共享胜取出的 那这样才真的能够达到振兴的杠杆的效果 是您的阿嬷领三倍券 我父亲带他去领的 他是用什么方式 应该都是用健保卡然后在楼下的朝上查卡领取 因为他们之前订购口罩也是同一套系统 那他们有问过您说 到底三倍券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是三倍吗 您可不可以用一些比较简单的数学 跟观众朋友解释一下 你需要那个纸笔吗 不用不用 就是你出了一千 然后政府出了两千 所以是一倍加上两倍 那总共在年底之前花到三千 所以变成三倍 所以一加二等于三 应该是对于三 所以那个三倍指的是对谁是三倍 就是对于店家嘛 对于整个市场 是在年底之前 他会收到相当于你花一千 政府加码两千的三倍的效益 会不会常常有人要你解释这些很简单的数学问题 你觉得很烦 不会不会 我觉得就是每次我都爱想说怎么样更缩短 好比像说刚刚我说刷三千零两千 这是数位的部分嘛 那纸笔的部分就要想一套短的方法 那我就说拿一千换三千 大概各有个字 如果你想到更短的再跟我说 OK 你刚刚就是把那个捐款账号 随口就背出来了 爱心嘛 从小对数字就完全过目不忘 没有 就比较敏感而已 而且他有一个口诀嘛 就是我就是爱140 5942140 比较好记 是 想请教一下 您个人因为疫情 有改变了什么事情吗 工作时间更长了嘛 除了之前就是比较刚刚讲这个爆肝 熬一写成试的部分之外 当然在疫情后 大概我们比较稳定 大概是四五月的时候嘛 那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大概就是以前可能朝九晚五 是主要的工作时间 但是在现在大概从早上 可能六七点 那就要醒来 去跟美洲的朋友分享我们的做法 那到了傍晚下班之后 五点到七点 就必须要跟非洲跟欧洲的朋友们 分享我们的做法 可以说是一天大概多了四个小时 就是在外交商业 那您个人的私生活有什么 因为疫情而改变的事情 好比像说那个无接触取餐 就变成我在疫情期间 最基本的这个用餐的方法 那就是可能就是会用手机 然后点食物 那那个外送的朋友呢 之前都会开门跟他说谢谢啊 那现在也不会了 那就变成是他放在柜子上 他就走了 而且我听到电梯响我再出去去餐 那当然当时是因为要尽量减少 这个接触的可能性嘛 那但是到后来就发现 这变成一种习惯 那所以等到我们进入振兴阶段的时候 就是解封之后 我就发现说 这个习惯好像已经养成了 变成是说好像已经习惯 点个餐不要看到人 那这样真的不太好 所以我就开始学习着 重新走路上下班 然后在我的工作地方 就连路399号的隔壁 开始找到一些就是素食的餐厅啊等等 那还是在吃饭的时候 可以是见得到人 而且可以当面去跟他说 哎你辛苦了 因为我们知道说 经营餐厅的朋友 确实在就是比较疫情严峻的那几个月 他们的生意量真的是下滑的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很重要 如果我不特别提醒自己 那我可能就会一直用我接触去参 嗯嗯嗯 其实您一直是对哲学思考 非常有敏锐度的人 疫情有改变您的一些人生观 或者是看待世界的方式 我觉得 不好意思 好 我觉得在疫情之前 我们在处理好比像说 假学习的危害 或气候变迁的时候 我们都了解到 这是全球性的问题 需要大家一起来处理 但是呢 像气候变迁 如果你的领土很小 你就会觉得这很重要 因为下一代就看到了 那但是如果你的领土比较大 这不一定那么重要 因为只有沿海的部分受影响 大家稍微往内陆移动一点就可以了 但是疫情是第一次 全世界任何地方 跟任何其他地方 除了南极之外 都只有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差 等于谁都可以同理谁 碰到的这个状况 所以像这样全球一起同舟一命啊 就是地球是一艘 在太空里的太空船 这艘太空船有破口 翻覆了所有人都会受到影响 这个感觉真的是在疫情之后 全世界都是如此 所以这是让我很安慰 因为我本来就是这样在看事情 是 其实疫情也改变了很多 像是劳动模式 Facebook Twitter 很多公司都因此而改变了 让更多人可以远距上班 那您其实据说 曾经远距上班了20年了 对啊 是资深的远距上班达人 可不可以分享您远距上班的经验 是 我想远距工作有两个最重要的事情啦 一个就是说要确保说你跟你工作的伙伴 还是有这种非语言讯息 社会社交上面的一些接触 但是远距要怎么做这件事情呢 你可以外送一样的餐点 那隔着荧幕这个一起做些运动啊 跳跳舞啊 那或者是说一起喝一样的饮料啊等等 这些都是很有帮助 那但是这个在远距并不是 就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 所以这个就必须要很用心的去安排 那这是一件事 那第二个是说远距很容易 永远都没有下班的时间 也就是说不管是几点 你觉得就又找得到人 那所以就变成是只要醒着的时候 都在上班 就算睡着了 有时候还是一听到叮又起来上班 那所以这个情况下 其实人的生活品质多少会受到影响 所以不管是用所谓的番茄中的这种工作法啊 就是半小时之内都不去查看及时讯息 或者是说像我用LINE的方法 我是一醒来看一次LINE 睡前看一次LINE 中间完全不去看 那等等的这些 就是让自己的注意力保持专注的方式 这也是远距工作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您现在开始用LINE 我记得您以前是不用LINE的 我在工作上不用 但我醒来还没上班吗 我睡前已经下班了 那就可以用了 各用一次 这个番茄中 番茄时钟法 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 所谓的番茄中工作法 它的想法就是说 你每30分钟 是作为一个工作的段落 每天醒来的时候去看出 今天你想做哪些事情 然后把它切成大概30分钟可以做的这个大小 然后就很自动的 每工作25分钟就休息一下 休息5分钟 这5分钟 如果你工作没有做完 那你至少稍微喘口气 看一下自己工作的成果 如果你不到25分钟就已经做完了 那剩下的事情就来检查自己工作的品质 但是只有休息了这5分钟 是可以去看email 看社群网站 等等的这些方式 所以对大部分的朋友来讲 他在中间这25分钟都不会被打断 就比较能够专心 回到说远距工作 您觉得台湾还有哪些行业适合远距工作 我想任何行业都适合远距工作 主要的问题只是说 如何你在远距的时候 有一种共同在场的感觉 有一些工作 好比像说访问 这个就很需要说 我一点头你就感觉到我在点头 我注意力一换散 你就知道我的注意力在换散 这个时候你就需要相当好的品宽 说不定还需要VR的技术 那但是呢 如果不是这样的工作 好比像说是写程师啊 作曲啊 作词啊等等 这种比较可以一个批次一个批次 即时性能那么高的工作的话 那说不定4G的品宽就已经足够了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看实际工作的内容里面 即时互动的部分多高 就需要用比较高的技术来做 是 其实我们的同事们都很好奇 大家也很想试试在家工作 但对电视技术好像很难 您觉得有可能吗 你今天的这个正招 当然有可能 如果我们现在的访问是在VR里进行 这些朋友应该都各自可以自己在家吧 那所以只是说我们这个会面的情境决定了大家工作的这个模式嘛 但是我们也不是没有在VR里观念过啊 所以事实上这是可行的 是 但是您在VR里我们可是有大票的工作人员在现场 对啊 但不一定在同一个地方啊 因为当时如果在VR里的话 你可以灯光摄影在一个地方 那实际在旁边 好比像说做记录啊 做笔记提醒您 接下来可能要讲什么啊等等 在另外一个地方 而且VR因为它的整个所有人 就是的注意力等等 它都是完整记录下来 所以你可以事后再取景 事后再改光线 事后再改角度 所以事实上 它也不一定要及时同时的来做 它可以用后置的方法来处理 所以就是它把本来一定要所有人在同时完成的事情 慢慢变成可以分时完成 这也是你去工作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其实您听到VR 就这么想请问一下 您就很早 在台湾很早就开始推展VR吗 到现在您仍然觉得它是一个很有未来性的技术 当然了 像我最近有试一个叫XR Space的这样一个头戴 那之前VR有两个很大的问题 一个是说它比较重 所以说戴比较久的时候会不太舒服 那它现在已经非常轻了 我戴个三四个小时都不会觉得累 那另外一个就是控制器 控制器说真的并不是非常容易使用 所以每个人要学很久 按钮在这边等等 那XR Space的话完全是用手势来操作 那所以也不需要学控制器 你的手势就是控制器 这两个都解决了之后 在这里面其实就非常的自然 谁都不太需要事先的准备或学习 立刻就可以进入 您觉得哪些产业适合往VR的方向呢 我想就是任何需要一种共同在场的感觉 都可以来使用 所以这是一般性的使用 不分任何的产业 那当然以XR Space来讲 他们在里面有办了会展 那一个大的冒险的展览 现在当然大家要飞来台湾 没有那么容易 那台湾要飞出去 更没有那么容易 那但是呢 在VR里面 大家就可以分别的布展 然后代上VR之后 就好像在同一个地方 像这种知识性的 而不是说我们情感交流的等等 那特别适合在VR里面 如果是要一起吃顿饭什么的 那VR现在好像还没有 把味觉的部分也模拟进去 那个就可能要再未来一点了 那所以就是说知识性的交流 那这个交流是同时 许多人在一个共同的空间 你受到物理的光学的 升学的限制比较困难 或像我们之前有一个 受到升高的限制 之前比较困难 因为如果是小朋友看我的话 都要仰角看嘛 那在VR里有些把自己缩小 大家都是平等的这样一个高度 像这些场景 我觉得是特别事 是 您曾经说过 同路政坛是在做公益事业 那这四年来您觉得 您还是这样觉得吗 当然了 那您自己觉得被改变最多的是什么 对 我觉得我被改变最多的就是 我在之前在加入政府之前 比较不了解说 公务员其实是非常创新 然后非常勇于挑战现状 然后呢 也有非常多有创意的想法 以前我在民间的时候都以为说只有社会部门跟经济部门的朋友才比较那个创新的动力 那公务员就好像是 那支总裁啊 进行交流啊 或者是说大概1922 那大家都可以 一下子就变成好像业余的传染病学家这样子 去这个了解新兴的这些关于病毒的事情 或者粉红色的口罩 就是大家果然都戴上啊 那等等这些事情都是公务员想出来的 要比起创新丝毫不熟民间部门的朋友 这个是改变我的之前的认知最大的部分 所以在认知上的改变 那其他对您个人有没有一些层面的改变呢 对我个人当然我觉得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说之前就是从国外来看台湾的时候 往往是看到比较单点的 好比像说我们在硬体集体电路等等上面的能力啊 个人电脑那当然是运用得非常的好啊 那或者是说我们的医疗啊 生意的技术啊 或者是说奶茶可以加上珍珠啊 等等的这些创新大概都是一些单点的 但是在就是这三年半下来 所谓的台湾model 就是台湾模式开放式创新的模式 数位民主的模式 台湾can help 就是台湾就是一个乐善好事 解决自己问题之后还勇于解决全世界问题 的这整套形象变成一个新的对台湾的认识 那这个就不再是单点单点了 而是碰到一个系统性的问题 现在有很多国外的朋友们会想一想说 如果台湾可以这样解决 为什么不行呢 像韩国的朋友就说 台湾都做得到口交地图 为什么韩国做不到呢 所以过了一个月他们就做到了 而且我们的朋友也有去帮助他们 那日本就会说 如果台湾可以用一览无异的方式 让大家看到我们及时的疫情的情况 为什么东京做不到呢 后来东京也做到了 所以这样子的想法 其实我觉得是超多的之前 我在产业界的时候 是觉得一定要特定的服务 或特定的产品 让国际看到台湾 而且现在我们这一套创新的过程 才是真正Made in Taiwan的一个新的意义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我现在也发现说 我自己就像刚刚讲的 一大早跟傍晚的时候 跟国际的朋友们沟通的时候 在以前我总觉得说 只有这个比较年轻的 或者我们叫数位的原声带 会同意我这种在VR里面 或者是其实视讯 作为主要的沟通模式 因为比较年长的朋友们 他年轻的时候 试这些技术的时候都不成熟 所以常常是不是很相信这种技术 觉得见面三分情嘛 那但是现在呢 其实我们在这边所办的 好比像说我们WHA之前几天 办的台湾自己的那个 有点像WHA的会前会嘛 十四国的会议 我们就让所有的这些 国外的很资深的官员 都发现说 其实没有那么难 他开个浏览器 就看到我们台湾了 而且看得非常清楚 那画质也非常的好 他什么都不用学 他就像平昌一样讲话就好 所以后来我就认识了 很多资深的官员 资深的这个学术研究者 或新闻记者 那他们也都用这样子的方式 来了解到说 虽然可能实体上面 台湾不一定很容易现在过来 但是在虚拟上面 我们是最友善 最容易亲近的一个地方 这也是一个新的感觉 是有需要换卡的是不是 应该差不多 差不多 好 这四年的这个 从政的生涯里面 您觉得最不习惯的是什么 最不习惯的可能是 就是每一次我在媒体上面 出现比较多的时候 那一阵子我就要比较提前出门 因为我在走路上班的过程 可能会有朋友想一起合照啊 然后签名啊 有什么要跟我分享的事情啊 甚至之前在 十二创新线中心工作的时候 还会工作到一半 后面就有人敲窗子 那我一回头 他手机已经放在那边 准备跟我合照啊 那后来当然有装装脸啊 对那这一部分 当然是比较不习惯 不过每次都是一波啦 热度过去了 后来又好一点 所以您现在已经比较习惯了吗 就是说还是不习惯 但是这种不习惯的感觉 我已经比较习惯了 是 那有什么您比较不喜欢的 在政府部门里面 当然你工作到一半 有人敲窗子 当然还是 对那会打断这个工作的节奏了 但是自从我就是提早一点出门 然后提早一点下班回家之后 我觉得我自己也觉得说 如果有这样一个比较完整的过程 特别像说我在过马路啊什么 常常也会有朋友 就在我旁边开始走 一路走就开始讲 他对于政府的看法 对于国际局势的看法等等 反正我已经下班了嘛 我心里也没有在想 有的事情 这样子听这些朋友们讲 一开始真的不习惯 但是后来也觉得很错这样 那如果对于在政府部门的 这个跨部门沟通啊 或者有各种单位互接 那个我本来就这样的工作啊 也没有人觉得 一定要我来配合凡文入解嘛 对我现在还不是穿T-shirt 所以其实是都OK的 所以你个人并没有因为 进入工部门改变太多自己的习惯 因为我是来这边去协助大家 去彼此沟通的 所以我自己并不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只是去营造出一个空间 这个空间里面大家立场不同 但是可以好好的坐下来 谈出共同的价值来 所以我想我的习惯就是营造这种空间啦 所以只要这种空间还能够继续营造 我就没有什么习惯被打破的问题 那这四年您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最大的收获当然刚刚讲的就是透过像总统被黑客送这样的方式 了解到公务员创新的能量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把民间的创新跟公务员的创新能够对接在一起 不会各做各的而是可以开门造句 这个是收获真的很大的地方 您说开门造句就是您发明的这个场合 这种讲法了 可不可以给观众解释一下 想到的事情才会被照顾到 但是其他人可能有更多更好的注意 就来不及被照顾到 开门造句是说 当根本还只有一个车子的蓝图放在地上 根本还没有开始造的时候 你就把门打开 那任何人有任何想法 他就可以你一言我一语 大家一起把这个车子做成真的符合大家的需求的用法 那这件事情的好处就是说 如果有任何民间的朋友们觉得他可以做得比你好 就是刚刚讲的 你行你来啊 那这样的话这一段 好比像说这个轮子 我就不用重新发明了 民间有做轮子的达人 他就来做轮子的部分 所以好比像说有人说 暴行软体难用到爆炸 那很好啊 你觉得难用到爆炸 表示你知道怎么样比较好用吗 就大家一起来 就创造出一个更好用的暴行软体 但是你的这样子的开放的态度 在公共部门里面会不会遭遇到一些挫折 不会啊 不阻力 不会完全不会 就是来找我的 不好意思 完全不会啊 因为来找我的都是已经愿意来接受这一套开放式创新 如果他不愿意 如果他做了一些事情 他还不想让人知道 那他就只要不派人来我办公室 也不来找我就好了 我也不会去打扰他们的 有没有喝点水 好啊 请继续 您投身公共服务也非常大方的把三倍券拿来做公益 那外界对于政委这个职务其实印象中觉得薪水应该还不错 而且您用很早就开始创业自己赚钱 但是不久前有人在PTT贴文说您抵押自己的房子贷款 然后很多网友就开始惊呼说哇原来唐凤也是比想象中频繁 因为很多人把您当成省 然后突然发现您也需要用房子贷款 然后跟一般人一样为产品油盐酱素茶而烦恼 是为出国的机票跟住宿了 是 还是有点不一 我想最主要的就是说在我刚加入内阁的时候 这种用个人的身份 或者是国外的非营利组织的理事的身份 来参加国际活动 在就是我们的主计的这样子一个观念上面 到底算不算是公务的形成 这个是很不确定的 那所以当时也并没有预算专门来做这样子的事情 那再加上说当时林全老师问我说 这个我知道你常常会说要出国 但是呢我们原本不真的也没什么出国的预算 所以你能不能够接受说我给你公价 就是这个还算是公务啦不扣你薪水 但是呢这样子出国的这个机票 旅馆啊等等 你需要自己去筹 那这样子可不可以接受 那我是想说那就接受吧 对 那所以确实当时之外就是我工作条件一部分 那但是后来当然当就是吴兆鞋老师 当了外交部长之后 因为我们把数位治理真的写进了我们外交方针里 就好像是农业的技术 或者是医疗的技术 我们去帮全世界一样 这个也变成我们也可以帮全世界的一个项目 从那个时候以后当然我出国就可以开始使用外交部的经费 但是在此之前确实所有的机票旅馆等等大概都是我自己出的 所以您2016到2018很多的出国参与国际会议的行程都是靠您抵押房子的贷款 或者是对方愿意出到好比像说经济舱来回机票 但是住宿他们就没办法了等等 可能我出一部分 那或者是说我想要带就是我们的其他的朋友啊 公民社会的朋友一起去 那这样子的话这个钱当然还是我要自己筹 您有计算过那段时间您大概自费花了多少钱 大概就百万等级吧 我没有特别去算 所以花了百万等级出国去参与国际会议代表台湾发生 是那这就牵涉到您的金钱观 金钱对您来说您觉得是什么 就是有点像是在之前那个采果子的时候的 就是原始的人类啊 是没有什么金钱观的 就是你今天肚子比较饿 你就采多一点果子 你肚子没有那么饿 果子还可以放一阵子 你就不要采那么多果子 当然是这样的金钱观 所以您有储蓄吗 其实几乎完全没有 是是是 那您也不怕说未来会 需要钱就赚了 是很特别的金钱观哦 那也有但是在关于您这个自费出国 代表台湾发生这件事情 其实有很多网友会说为您抱取哦 那您您觉得呢 不过本来创业就是这么一本事啊 任何创业在找到就是天使轮 或者是阿文的资金之前 本来就是要靠创业家 自己去垫付 一开始创业的地奥成本 那本来当时跟林志老师讲的时候 他也是很明白的讲 所以并不是好像我委屈了 因为我如果当时不同意的话 那我也可以说呢 等你筹到了钱我再进来之类的 但是我没有这样讲嘛 对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本来就是有风险的一个行动 因为并没有说 好像这样子的外交行动一定成功 那如果当时不成功 那至少不是一个缓冲器嘛 他可以说 那这个数位治理这件事情 其实是唐峰个人的一个想法 那也比较不会造成外交上面的一些 不利的一些影响 那是等到就是好比想说 几次在联合国或联合国有去发展网络 一些周边会议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之后那才可以说 那这个确实是我们正规业务的一部分 最好比想说 像我一个人的经费去参加 开放城府国伴关系的活动 那确实也谈到了一定程度的合作之后 现在像我们的立法院 或者是我们外交部 我们国发会 接下来 对不起 像立法院国发会外交部 接下来都会有专门的人 或专门的计划 去跟这个OGP的组织互动 所以我是一开始的那个桥梁嘛 那后来当然两边都会有成为的预算 其实您一直非常关心永续发展 可是这个SDGs 虽然在联合国 列为非常重要的工作项目 但在台湾 其实有意识到 然后落实的并不多 不会啊很多 塑胶吸管免洗餐具 不是疫情趋缓之后 又重新进用了嘛 那这个就是里面很重要的 负责任的身材 消费的循环 我觉得台湾 特别是对于环境的永续 好比像说一次性的包裁啊 这些 大家一定要尽量的去重复利用 会自备 好比像说习惯啊 环保杯啊这些 我觉得我们做得很好 我们连玻璃都可以回收 这个在别的国家也不一定做得到 所以至少在环境永续上面 我觉得不需要联合国 出永续发展目标了 我们就做得很好了 所以我们说台湾can help 其实也是说我们超前部署 已经做了很多很好的事情 当联合国把这些目标 写下来的时候 我们是把我们已经做好的事情 去转移成联合国的语言 然后去帮助全世界 还不太知道怎么做的朋友们 是 就是您刚提到这个禁用塑胶吸管 这个听说是一个高中女生 在一个点子平台上提出来的 那这样子的点子平台其实也是您的构想 然后还有包括这个emask 还有各种很多的公共参与的政策 其实都是您推动的 在这么多政策中这四年来 您觉得最有成就感的是哪几项 然后我要先讲提点子这个平台 是我入隔前就有的 那当时主要还是在毛之国 张山正兰卫院长的时候 所做出来的这个平台 之所以会有这个平台 当然是因为太阳化运动之后 又开了一个经贸博士会议 在那边的一个共同决议 所以我的工作并不是建构这个平台 也不是营运这个平台 而是确保说像王宣如 当他开始高中一年级二年级的时候 在上面提案说 要这个金融一次性的塑料习惯等等的时候 我只是确保说环保署 或者是其他的朋友们 在公部门里面能够跟他 勇于面对面的接触 不要把它当作是 你写一封公文就交代过去 而是说真的要听听这些年轻的朋友 虽然还没有投票权 但他未来投的票数会比你多 这些朋友们的具体的想法 那所以我同样的只是 把两边的创新能量接在一起而已 并不是说这个平台是我建制的 或者是我负责维护的 所以您刚刚讲的所有其他的 大概也都是这个形状 所以我不会觉得说哪一个是我的成绩 而是说我的工作其实就是确保说 这些平台它可以在上面的一个点子 本来可能只有五千人知道 透过我们的协作会议等等的方式 你可以让五万人 五十万人都感受到这样子的新的想法 而且真的能够去把这个环境的勇气 变成他生活的一部分 那这个就是叫增幅了 是提到增幅 就是把各种语言可以串接起来 然后扩大他的能量 这件事情您做得非常好 那您觉得怎么样的人适合做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现代制人吧 就是任何人都适合做这样子的事情 因为人天生就是并没有一个预设的立场 那是长大了之后 可能就是跟我们说进驻者 时机梦者黑 就是跟特定的立场都会接触比较多 有的时候会变成说 好像跟我某一个想法不同的 我根本不把它当人看 就是不去跟他沟通了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是自己的这样子当一个增幅 一个沟通管道能力 随着年纪增大越来越削弱 那但是呢 你只要不用去削弱它 或者你愿意去把 你心里觉得跟自己的想法相当不同的朋友们 你还是认真去听他们 也不急着讲什么 就听他们为什么这样讲 后来就会发现说 其实虽然立场这么不同 很多价值像永续了 其实是一样的 那所以主要还是说 这个倾听的习惯 能不能随着年纪增长 多花一些时间 而不是说完全不去听不同的人 怎么样培养自己 能够像你这样拥有 这个增幅各种事情的能力 对我想有两个 一个就是刚才讲到 就是不怕去跟自己不同的人互动 倾听他的想法 这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说 保持着好奇心嘛 就是不管他所专长的领域 他所在意的事情 跟你本来生活经验 再也没有关系 你在听话的时候 也可以想一想 这个有里面哪些部分 是我自己会感兴趣的 所以就是保持开放的好奇性 以及勇于跟人互动 到最后就可以达到这个增幅 共好的这样的做法 您现在每个星期都还是会去 那个社会创新实验中心 其实每天都是上下班 都是去那边 都还是会去那儿 那对于社会企业 跟社会创新的理解 这几年您有没有一些 让您印象深刻的案例 是透过您来 没合的 对 好比像说 像那个 路易莎咖啡 那他们之前 有过一阵子 就是网友对他 有点不谅解的一些事件 那后来他们就发现说 原来问题是出在说 他们的这个 这个先入的这个来源 这个来源呢 他的社会的正当性 好像低于他们品牌的社会正当性 后来他们就改变了一个先入的来源 先入方 那因为先入方是透过群众募资 等等的方式 等于是比较给得出交代的一个来源 所以当他跟这个来源合作的时候 他就发现说 大家对他这个正当性的期待就增加了 而他又给得出交代的情况下 大家也就既往不就 好像是就比较没有抵制的这个状况 所以就告诉我们说 在台湾就是谁能在周 亦能复周啊 就是说大家社会的抵制 固然可以一下子就让一个品牌 必须要转向 必须要轴转 但是呢 一个给得出交代 有社会意义的社会企业 也可以去帮助他的生态圈里面的 他的上游 他的下游 等等的这些产业链的朋友们 重新去取得一个跟社会对话的一个基础 所以当然就是 路易家先入方是一个合作案 我是觉得很棒 那我也有颁奖给他们 那之后当然我们也多少看到了 像全家跟天和鲜物啊 等等的这这样子的合作的关系 有非常多了 家乐福跟动物社会研究会啊等等 是 学运的时候其实您就用数位的工具 帮助学运做了很多的事情 是哪些事情您可以跟大家谈一下 其实我只是在 就是学运那一晚 在他们进入理法院之前 那大家是在街上 举行一个就是抗疫的一个活动嘛 那我在当时就是把自己的手机 当时还没有4G 还是就是3G HSDPA的时候 那但是我的手机就是提供这样子一个直播的讯号 然后让在场的就是自媒体的这些工作朋友们 能够把实际的状况让全网络的人知道 那因为当时直播还是一个相对新的一个东西 所以很多朋友们不太知道怎么设定 那我们也有去编辑就是教学的文件 让大家知道怎么样设定直播 那后来呢接替我的 就是后面也是G0V的朋友 不秀的朋友们 就来拍到了就是他们进入理法院的整个过程 那也可以证明说就是不是隔天 有一些朋友在怀疑嘛 是不是就产生起来的冲突啊之类 其实都没有是一个很和平的一个过程 那从那个时候开始 其实直播就变成了那场运动的一个特色 不管在任何地方在任何角落 都可以看得到即时的讯息 而且线上朋友们的想法啊意见啊 也可以即时进入现场的讨论里面 那怎么样去把这些不同的讨论 汇集在同样的一个网站里面呢 那我也跟一些朋友们来维护 那样子的一个G0V.today的网站 让大家能够一目咬然就知道 哪些讨论是在进行主资稿 或者是它的翻译等等 要在哪里找到怎么样贡献等等 大概这样子 是那最近我们知道 在蔡总统的第二任的任期 您被赋予了更重要的任务 在筹设数位发展部 数位发展专则机关了 还不确定是部或者是委员会 对因为它对大家来说 都还是一个蛮神秘的组织 所以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为什么要成立这样的组织 那它的目标是什么 我想数位专则机关的想法是很多人都有提出来过 那我们自己呢是在我入阁的时候就有推出所谓 数位国家创新经济这样子一个方案 那在里面有四个重点嘛 一个是digitalization 就是把我们现有的比较是职本这样子的作业 看能不能用数位画的方式 节省大家的时间 那另外一个是innovation 就是说当这些都做好了之后 就像口罩地图啊 这些新的创意就可以进入我们的生活当中 那接下来是governance 就是说这个过程里面 不免也会碰到很多 包括像说资安啊 隐私啊等等方面 一些新的状态会出现 怎么样子有一个专责的机关去看 而且最好它是独立的这样子的一个机关去看说 我们怎么样子去使用各自是可以的 怎么样子的话就应该要换成一个 比较好的一种建材啊等等 这些治理方面的活动也是很重要的 那最后一个就是inclusion inclusion就是说不方便使用一些键盘啊 滑鼠啊荧幕啊的朋友 要怎么样让他也能够体会到说 但是他还是可以上网 那可能用VR啊 或者之后电子纸啊等等的方式来上网 又或者是说在一些偏向受不到讯号的地方 或者是说他即使受到讯号 但是他并没有那么多设备的地方等等 怎么样确保说我们5G在部件的时候 是把这些应用情境都考虑进去的 一些小的摊贩小的商家 可能不习惯运用POSTG去进行支付啊等等 怎么样考虑到他们的需求 这个含荣的这个精神也是很重要 所以digitization, innovation, governance, inclusion 这四个加起来A刚好是digit 所以就是我们接下来的数位专则机关的一个很基本的概念 又你也听说有一种可能 就是由NCC为主体来发展这个数位 我没有听过这件事情 发展的组织 其实有明天已经有很多这样的讨论 我没有听过这样的想法 是所以目前不会是这样的方向 我想NCC他在就是内容的评估啊 或者是共用资源啊等等的 甚至包含说新闻工作者在一个频道说他们要做新闻工作 那新闻工作后面有一些隐含的意思 包含要做实时查核啊等等 那这些呢到底他有没有做到他的这些内控的机制等等 当然NCC是有一群有独立性的公正的人士来判断嘛 那如果我们说这个独立性丧失了 那就好像说运安会变成是由交通部来指派人了 那这样的话当然是会造成 我们在就是公正性正当性上面 就会有一些不良的一个后果 所以我目前从来没有听过哪一个案子是说 这些NCC委员们他的这个独立性要丧失 绝对不是如此 是这确实是大家比较担心的 就是传播学界有这样的担心啊 就是说如果是NCC为主体来发展成数位发展部的话 它确实有可能会强害到NCC的独立性 那就好像把运安会这个并进交通部啊 对那那当然不是如此 那甚至像我刚刚讲的就是各资的专得机关 这个在欧洲的话 他们有个做法就是说他们叫DPA Data Protection Authority 就是说不是各个机关去管自己的各资 要怎么样子去运用 而是有一个超然独立的 可能是跨部门的一些公正的学者 就像NCC那样 然后去看说我们在推动数位的时候 它是一个踩刹车的作用 就是不要侵害到人权 不要侵害到各自的隐私的保护 那所以像这样子 我觉得不只是NCC的独立性要保持 这个各自的专责机关独立性也要建立 所以不是说好像少一个独立机关 说变加一个独立机关 所以这个数位发展的组织 它的任务其实是跟各个部会 大概都有一些牵涉 就像那个立军部长之前 常常说这个每个部都是文化部门 是一样的想法 所以这个单位它目前的层级 会是一个部会的层级 或是一个跨院的层级 我想我们在院里面 本来就是有政务委员 政务委员本来就是去协调各个部会 因为每个部会一定是不同的价值 不然它就会整病了 所以在不同的部位 就是不同的价值之间 创造共通的价值 这本来就是政务委员在院本部 辅助院长 秘书长 副院长做的事情 这个是不会改变的 但是大家现在在想的是说 之前数位的数位化 创新 治理跟韩荣 这些目前是分散在 不同的部会的三级机关 有没有需要把它重新做一个排列 把它放到同一个二级机关底下 那这是目前的一个方向 是 您也曾经说过宽评是人权 是 可见您对网络科技的重视 所以现在网友很流行说被淌凤了 对啊 小心淌凤 茶水表 面对这样子的贴文 您怎么看 我还是再次声明说脑坡控只能是博恩的论文 不是我的论文 那不过我觉得这也很好 就是等于我的名词变成一个动词嘛 那这个动词就是大家来提醒彼此 言论自由的重要性 隐私的重要性 那自由民主的重要性 那也没什么不好 不用把我的名字捐出来嘛 让大家绕着它 像是一个hashtag 这样子来调讨论事情 所以您不会介意 反正就贡献出来嘛 您不会觉得我哪会做这样的事情呢 但他们也知道我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就像我想并没有人真的以为我会脑坡控制 是一样的道理 但是透过这样子的做法 那我自己在上面也可以加上额外的梗啊 好比像说增幅啊 就是从脑坡到铝箔盲到铝箔纸到增幅 那这整串的一个概念嘛 那后来有人再把它变成什么唐风过台湾之类的 我已经快要每个都看过了 对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创作的素材 我是把自己当作一个素材库 所以当然不会觉得说 怎么样子的运用是可以 怎么样运用不可以 任何的运用都是可以的 是所以您把自己的名字捐出来了 但是您说大概不会有人觉得 您真的可以脑坡控制 但是我相信真的是有一些人 他们觉得您在监控整个台湾的网络世界 那对于这样的言论您有怎么看 我再次强调我没有脑坡控制的能力啊 对那但是当然就是说 大家会有这样子的想法 其中一个原因 我觉得蛮重要的一个原因 是说大家在线上讨论 像说在推特在Facebook 或者在其他的我们本土的像DcarPTT等等 这些论坛确实讨论到关于我的事情的时候 有时候我觉得我可以做出贡献 那我就会来留言 但是大家也会看到说只有开地球的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到的 我才会进入讨论嘛 你所朋友的我当然就看不到了 那但是呢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自己本来是开地球 所以才会有这种就是 诶唐号好像随时都可以来回应的这样子一个感觉 不过其实我是用番茄种工作法啦 所以常常也是要半小时之后才能看到的 所以您后来就干脆告诉大家 说可以有一些方式来tag您 就是可以呼唤唐凤 您就可以出现了 那其实你提到我的名字我就会看到了 您是有透过程式吗 或者是您注定性速 那就是一个搜寻功能嘛 就搜寻引擎嘛 搜寻引擎你可以设定说 我想要看最近一小时提到唐凤的所有网页 就是这么简单而已 所以您每天使用网络的时间大概多长 像我们现在就是访谈25分钟 我只有中间休息的5分钟会去使用网络 所以这样加一加也没有很长的 是 这几年呢 其实您也很关心网络上的假讯息 您觉得面对假讯息 目前为止您看到最好的解方是什么 那就是欢乐咯 这所谓的幽默辟谣 那好比像说 像之前有过一个谣言 说什么只要分享这一则讯息 就会有口罩制造商免费送你一盒口罩 只要留下你的个资 那到最后有分享的人都没有收到口罩 都收到诈骗电话 所以像这样子的一种谣言 你要怎么样解决它呢 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口罩地图 任何人只要一看就知道 口罩真的在增长 你旁边真的有邀居 你不需要去网络上转贴这种不明留言 你只要走出门到邀居就有口罩了 也就是说是用彻底的透明 就事论事 而且有时候还很好笑的一些梗 然后让大家看到之后会行笑 会行笑自然就不会觉得说 这个谣言主要是让人愤怒的这个情绪会感染到你 这也有点像戴上了口罩或者是说接种了疫苗这样的感觉 为了防堵假讯息 其实政府有修了一些法规 让言论自由有一些比较引起迷律的 比如说食品安全法啊这些法规 那我们也看到其实很多会被警方约谈 可能这样的案例到法院不见得会被起诉 对 可是约谈其实也是造成某种寒蝉效应 您觉得 我想您刚讲的两件事情要分开看待 我还不知道有警察是整天拿食品安全法 找人约谈的我好像不是这样子 但是确实好比像说公平交易 或者是轰抬那个必要的民生物资的这个价格 好比像说像卫生纸 确实之前有一个谣言 是说卫生纸的材料是图纸布 所以说我们很快就会没有卫生纸用了 大家都跑去买卫生纸 造成了就是大家的不方便 那当然那一个解决的方法 就是在假日啊工业局去协调 这些货车司机啊朋友们各方各样的 想办法把工厂生产的卫生纸 尽可能赶快送到大家的面前 那当然呢院长也有贡献嘛 就是无论你再怎么会囤 我们都只有一粒卡尘呢 这样子的一个文宣 那用一个卫生纸的外包装 让大家会心一笑 会心一跳之后 就会发现说其实不织布 根本就不是卫生纸的原料 那是纸匠嘛 纸匠是南美来的 不织布是本地的 所以这件事情确实后来 应该是有约谈 而且应该是有起诉 就是一开始去分享说 这个卫生纸是不织布 或是同一种原料的这些朋友 好像他们本身是 卫生纸的传销商还是之类的 那但是就像您刚刚讲的 这部分是交给法院去判断 如果法院判断说 他们当时不是为了烘台价格 也可能他们只是搞错了等等 那大概就不会起诉 那如果他们真的是需要 烘台价格的话 我想不管他在网路上流传 还是在卖场发传单 不会因为他是用网路 或者不是而有差别 大家应该都同意说 这真的是应该罚的一件事情了 对 所以修法的目的 并不是要多罚一些事情 而是某些事情在制定的时候 他只有写新闻纸 广播 他忘记还有网路这件事情 所以把那个被忘记的 网路的部分加上去而已 这是那一批修法的 最主要的一个目的 那您刚刚讲到的 约谈的这件事情 可能都不是原因这些刑罚 很可能是 可能是违法 这一类的事情 那这件事情呢 我觉得主要就是 我们要足够多的案例 然后呢 让就是检察官 法官 告诉我们执法的 这些警察的朋友们 哪一些太阳 其实是他自己搞错了 或者是说 他分享这个还是真的 只是他的用词比较激动 那或者是说 他在某种前提条件之下是真的 他进条件忘记揭露了 等等 那这些情况一般都不会被起诉 所以现在检察朋友们 看到这些不起诉之后 他们也会调整 他们的处理的方式 这并不是每一个都是 蓄意的造成公众的危害的 假讯息 那我们在法律上很明白 你必须要蓄意造成公众危害 你才应该要去起诉他 那但是当然就是说 警察朋友们 也是在法院有这么多的判例 检察官有这么多的不起诉之后 现在慢慢开始调整了 他们的做法 那所以我觉得这都是一种 就是大家足够多的具体案例 才能够了解的一个情况 所以您个人是还蛮能够容忍 这个在过程中累积案例 累积经验这样的事情 因为就是恶假害 就是蓄意造成大家的不方便 造成大家的恐慌的假讯息 这个概念 其实是最近几年 才大家比较为人所知 那我觉得如果任何人 有参加过新闻的直播 那其实这个就是 什么叫做查核它的来源呢 怎么样叫做平衡双方的观点或报道 刚刚说如果有它的前提脉络 要揭露 这本来就是新闻直播里面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说我们在所谓的媒体素养的 这个教学里面 我们现在就是让小到一年级的小孩 都可以了解到说 它不是只是媒体试读 去看新闻工作者的报道 它是媒体素养 它自己开一个直播 它自己是直播主 它也是媒体人 它也要接受这样子的素养的教育 那如果大家都有参加过新闻直播的话 我觉得就比较不会有判断上面的落差 但是当然就我们的新课纲 是去年才上路嘛 那所以很难一下就要求说 所有的警察朋友 都有接受过完整的 那个媒体的素养的培养教育 但是我觉得这个终身教育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当然是会有一两年的磨合期 但是我大体来看是乐观的 所以我想跟您谈谈您的教育 您八岁就开始写程式了 现在很常见了 然后您很早就开始自学了 为什么您当时会选择自学的 所以谈谈您的教学历程 当时我在十四五岁的时候 是有参加全国中小学科展 那我做的题目其实就是人工智慧 那也就是用电脑看懂人讲的话 然后去做一些推理啊分析的一个活动 那当时我就发现说 在线上有个叫Archive ARXIV的社群 那大家都会贴文嘛 就像在PTT会贴文一样 但是他们贴的都是论文 而且都是还没发表的论文 就是尖端的研究 在刊登到期刊一期 先来请大家批评指教 我还就真的很不客气 都会批评指教 因为我要做科展嘛 那所以呢从他们角度来看 他也不知道我才十四岁 他也不知道我英文不太好 就把我当作一个研究者 我们就来一起进行研究 所以当时我得了科展的第一名 本来是可以保送高中了 那但是我就去跟我的校长说 你看你告诉我说念高中 是为了上大学 上大学是为了考了GRE什么 去到我喜欢的研究室 可能当个博士后啊 去跟我喜欢的教授一起工作啊等等 但是我现在只是写个email过去 我就跟他一起工作了 跳过了十年的时间 那这样子升高中 似乎没有什么意义了 那校长这个看了我的这个形容啊 可能我把email印出来啊 然后他想个一分钟 然后他又说 好来那你明天不用来上学了 那当时还没有实验教育的这个法律 所以其实他是要等于帮着我 瞒着教育局的 那这样子我才不会被罚款 那当然现在追溯起过了 所以现在的过程呢 我就告诉我说公务员的创新 我认识公务员的创新 说不定就从那个时候开始 那当然在校长的保育之下 后来我当然就自己去创业 自己去大学旁听等等 为什么那么年轻就会想创业 因为我的就是处理的这样子一个议题 就是我的研究的主题 在当时是说 为什么大家在网路上 对数位谋面的人 可以一下子就因为一个共同的话题 就开始一起做事 也就是说 为什么对方明明是一个知名的学者 他从来不认识我这个人 我写一封email过去 就愿意跟我一起做研究 但是在传统的世界里面 总是要先一起煎过面吧 只吃过几顿饭吧 先混熟了嘛 你才会一起去做一件事情 为什么网路上会快速信任彼此那么容易 这是我的研究主题 那在当时其实并没有单一的一个学门 能够回答这个问题 资讯社会学啊等等 也都还开始萌芽的一个学门 所以我如果不是透过创业 真的去营造出几万人 几十万人能够互动的空间的话 我也没有办法有足够的第一手经验 来看懂这些学者他们的理论 所以创业是累积这样子第一手经验 最快的方法 您谈谈自学您都怎么自学呢 有哪些自学的管道跟方式 对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我学到一点点这个心得 我就会把它写成程式或者写成论文 尽快的发表尽早的发表 我想这跟任何的学术权的学者是没有什么两样的 只是说当我发表的时候 因为我放弃掉了我的著作的财产权嘛 任何人都可以再拿它去改作 那它改作的时候其实我也觉得原来这个还可以这样改啊 好比像说我有帮忙教育部重篇国语词典 台语 课语等等加在一起做一个蒙点 但是呢我虽然有做理念关于英语啊 法语啊 德语的部分 但是我也不知道说安美族的朋友们拿来改一改 就做成安美语的词典了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也夺学一种语言嘛 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你一切都是闭门造句 那虽然你研究可能是很精深也很有成果 但是比较不容易看到出类旁通的这个工作 但是采取开放式创新的方式 你一有心得马上写个部落格啊 写个论文啊 需要大家了解的话 出类旁通的这个精神很快就会长得出来 所以您可别谈谈您从创业到入阁中间 这段时间您在做什么 我都是在研究同一个题目啊 就是大家怎么样子在网路上面 透过这个崭新的互动空间 来共同创造出新的一些事情 好比像说在一开始在资讯人的时候 我做的题目是搜寻引擎嘛 那搜寻引擎之后也有参与 当时叫库碧德嘛 就是台湾的最早的那个 C2C的拍卖网站之一的建制 那到后来再处理的题目就是 一个叫做开放原始嘛 的一个新的一个运动 就是希望大的公司 好比像说当时Nescape是很大的 那现在大家不太记得了 但是当时Nescape的软体 现在大家还在用啊 叫Firefox 也就是说 虽然它的产品或者它的服务 在当时可能是 好像比不过IE比不过微软等等 但是只要它愿意能够开放出来 让全世界的人一起来增进 那这样子的话 这些浏览器 好比像说当时的webkit 那现在也变成了 后来那个Chromium 现在变成大家都在用的Chrom 那最新版本已经没有IE了 那个微软的Edge 就是拿Chrom改一改 那所以就是说 可以说是开放原码这个想法 已经变成我们现在软体 社会的一个主流 那在当年当然大家 还是到底开门造句号 还是闭门造句号 有一些争议嘛 那所以我的工作就是在 开门造句的这边去用 好比像说自由软体铸造厂 这是中研院当时的一个计划 或者是我自己之后 在Perl 或Hasco 这是一些电脑语言的社群的一些 具体的专案 来让大家一起编辑这样子的城市 一起做共创 变得更容易 那慢慢的开门造句这一代 就变成了主流 还主张闭门造句 现在已经很少了 您是从几岁开始被称为天才 不太记得了 那天才 您自己怎么定义天才 没有太多的定义吧 可能就是说 有一些天生的才能吧 那您被称为天才 会觉得压力很大 那就另外一个标签而已 那您怎么看待 大家称您天才 您还记得第一次听到 大家称您是天才的时候 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今天是三四五岁的事情 我已经不太记得了 所以天才对您来说 会是一个负担吗 也还好 就是现在有很多标签 像什么大臣之类的 我们是有直接民权的共和国 到底哪里来的大臣 就是这个国军也不知道 就是只有君主立宪才有国军 有国军才有大臣 那所以有人把我叫大臣 那我也觉得说 那就是一个标签 就是说我不一定要去迎合那个标签 好像忽然之间就变成宫廷剧了 不是这样子 而是说他们用这个标签有他的目的 因为他想要刺激他们的内阁 那可能他们年轻人的政治参与上 用这个标签对他们倡议说不定有所帮助 当然也有朋友可能就是说 他做他的嘻哈音乐 饶神音乐的时候 需要一些音频 这个也是有的 那所以这些呢 那跟我的关联其实都很小 这就是我提供素材 他爱贴这个标签 大臣的标签 天才的标签 什么的标签 随便 那但是这个跟我的关系 真的比较不大 所以这些标签其实都不会影响你 自己怎么看待自己 嗯 对啊 就是好比像说 一杯水嘛 你把它放到一个瓶子里面 外面贴一个什么什么牌子的矿泉水 那那个跟那个水 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嗯 是可以谈谈您的童年吗 请说 是您的童年 嗯 九年内患了三所幼稚园 六所小学 我们看到的资料是这样 然后一一 国中其实你念了一年多而已 所以可以说是每个 大概都念一年 为什么呢 为什么每次转学的原因都不一样 那大概简单的讲 就是说 在很小大概七八岁的时候 当时主要的原因是 因为我对于就是 线性的这种发展 就是人跟人之间先有一些轨道 在那个轨道里面竞争 去分出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这个绝对不太适应 因为对我来讲 是每个人找自己感兴趣的题目 各做各的 那你在一开始就找到方向的话 你就赢在起跑点上了 因为别人做题目跟你不一样 对 那在这个方向 你当然就会遇到志同道合的人 可是他们都是从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社群 甚至不同的国家来的 那自然也没有彼此 比较的问题 都是彼此互相互助嘛 那但是当时的 在台湾的小学教育 还是比较这种线性的竞争 成就取向的 所以我就很不适应 那不适应之后呢 当然就到 就是指南 指探国校 那有两年的时间 四年级跳读六年级 那主要还是一个礼拜 大概有三四天以上 都是发展自己的兴趣 那后来有到德国一年嘛 因为我父亲分的明年博士 那去帮他这个讨论 他很多想要关心的 好比像说当时是发行民运嘛 民运之后他就来讨论说 这个民主化的下一步 要怎么办 那这件事情呢 我非常有兴趣 所以他如果想要找人 这个一切聊 我很高兴跟他聊 那当然我自己也学一点点德文 那在那一年之后呢 因为我新章要开到 马克风手术 就回来台湾 回来台湾就碰到老机网路 那碰到了之后 就发现说 我在哪里都一样了 那因为事实上 我在网路上面 才是我主要朋友在的地方 就算我朋友都在德国 我透过网路跟他们联系 也是一样的 所以那时候就又回到台湾 就待下来 那大概是这样 那国一就是做客展嘛 博尔做客展 然后就辍学了 当然是如此 您的童年 好像有过不少 被霸凌的经验 可以谈谈吗 也没有啦 就一年而已嘛 就是国小二年级的时候 那当时因为是一个 很成就的取向 就是很逼此竞争 那因为我在班上 是主要班长嘛 要上考第一名等等 那所以当时就是有一些 同学会有一些 比较不好的一些念头 是说 他现在第二名 那我如果这个消失啊 转学啊 他就第一名了 后来我也真的转学了 他说不定还真的第一名了 但是这个实际上 他的状况并没有改变 也就是说 他有一些就是 不是很稳固的自信 那这些又不是 他自己的问题嘛 可能他家长 给他一些成就压力啊 等等 那所以我想这是一个 当时我一下子 没有让他搞懂的情况 但是后来因为 有休学了几个月嘛 在那几个月里面 有去看成长心理学 儿童心理学 慢慢就了解 后面原来是这个结构 如果对于有类似经历的孩子 或者是父母 您会怎么给他们建议 那同样啊 就是多看一些 发展心理学 成长心理学的书嘛 在心里有一个空间 那这个空间 可以理解对方 也可以在彼此中间 有一些比较有效的 对话的管道 最主要的就是说 我们要跟你比嘛 所以到我到国一的时候 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我虽然科展都有得名啊 什么 但是我每次去考试 越考 我都交白卷 那交了白卷 当然也不会有人跟我竞争 所以您是故意交白卷 那当然啊 为什么 因为这样子 想要就是对名次在意的朋友 都自动往前一个名次了 那当时这样的做法 在家里有引起一些革命吗 没有啊 所以您的父母都可以接受 那因为校长都说了 对 那因为他们很尊敬我们校长 那所以校长就是杜慧萍校长 如果都说了说 哎好 那我就帮他挡着 教育局那边我就 就是说他有来 但其他都没有啦 那这样子就是 校长都已经承担到这样子了 我想我的父母是 绝对是尊重校长的 嗯 你们要再换一下革 好了 我先去一下 好 好 那又这样了吗 教细 来 五 四 三 所以从小到大啊 您的父母应该会觉得您是一个不容易带的孩子吧 虽然现在所有的父母都希望把自己的孩子交成唐奉 嗯 怎么样 大家都在好奇说怎么样可以交出唐奉这样的天才儿童哦 嗯 但您的父母在教育您的过程中 能过一些挣扎 跟您有过一些冲突 我想最主要就是两件事情 一个是说我所研究的这个学门 就是网络社会学 在以前是没有 所以一个全新的东西 我说我先要做这个 那不免跟父母本来的期待 不管他的期待是什么 总是不会是这个 因为这个是全新的 所以他可能要学会放下 本来对我的期待这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说 我的学习的这个方式 从外面乍看之下 其实是我都没有这个 一起学的同伴 因为我同伴都在线上 都在远端嘛 那所以从他们的角度看起来 好像我除了在家里 在大学房厅 这两个地方之外 好像都没朋友 那所以他们也要了解到说 我都是有朋友 其实这些朋友是在荧幕里头 那所以他们这个观念 这两个有转过来之后 后来就是很支持 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所以您的朋友大部分 在您的求学过程中 都是在网路上为主 就是从12岁开始 那那段时间您不会感到孤单寂寞吗 也还好吧 因为我自己当时12岁的时候 是心脏刚开刀 那开刀完之后有一段复原期 所以本来身体就不太舒服 也不太可能出门 那如果不太可能出门的话 其实就很适合在网路上交朋友 因为时间多嘛 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其实我当时是觉得很充实 因为在网路上面 我发现说就像刚刚讲的 人跟人之间 很快就可以一起做一些事 不需要像在 就是平常的时候 当时可能1993年嘛 还是说 这个不要随便上陌生人的车啊 这个出国不要住陌生人家里啊 什么之类嘛 那当然现在因为有Uber跟Airbnb 我们整天都在坐陌生人的车 以及出国的时候 都在住陌生人家里啊 对 所以也就是说 其实网路它真的改变 我们看待社会关系 很多的这个习惯 那在当时我就觉得说 这些新的习惯 是比较自然的 比较舒服的 人跟人之间好像少很多 这个彼此猜忌 彼此竞争 那所以对我来讲 线上的这些朋友 可能感觉是非常真实的 那到我就是成年之后啦 成年以前 当然父母比较不放心 但是我成年之后就常常出国 我出过拜访的 就是很多是我十几岁 就已经交往了好几年的线上的朋友 那所以我直接去他们家 去他们家沙发上面沙发冲浪啊等等 当然我每天都会写日记啦 父母会知道说我还活着啊 那但是就发现说 在网路上面这样子 交流过四五年 那彼此之间都知道彼此的状况 而且也一起甚至发过论文 一起写过软体的这些朋友 在网路上值得信任 到我们面对面 到他家的时候 一样值得信任 不会因为他在网路上 跟他实体就变成两个不同的人 所以对我来讲 这个朋友是确确实实存在的 并不常说这种虚幻的东西 有一句话说天才总是寂寞的嘛 因为您周遭的朋友可能 他的心智的成熟度都追不上您哦 您怎么看这样的处境 不会啊我所有周遭的朋友 心智年龄可能都比我还成熟 因为我从十几岁辍学之后 我去大学旁听 那交的朋友大概都二十几岁啊 三十几岁啊 那或者是一些在当时在认交的朋友 像有一位叫兰婷啊 他是做这个认知心理学 哲学啊等等的一个老师 那他当时很年轻 那就每个礼拜留了一个下午的时间 那等于他的office hour 那我就可以去找他 随便两个人爱谈什么谈什么 那当然他心智年龄应该是比我成熟 我当时毕竟才十五岁而已 那据说他最近也这个变成台湾人了 恭喜他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觉得我主要就是说 我没有觉得年龄是一个很大的差距 所以我当时周边的朋友 大概至少都比我大个五岁十岁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当然不会你刚刚说 什么好像心智年龄不及 我没有这种事情 是 从您的成长背景来看 您会给家长什么样的建议吗 关于教育孩子 我想很重要的就是说 如果家长自己喜欢学习 有好奇心 乐于跟不同的人互动 然后来找到共同的价值 那这个身教比眼教重要得多 那在小孩这个学东西的时候 你跟他一起学 教学相长嘛 你也学到一些事情 那如果你自己对东西的好奇心 还没有被启发 可能自己以前的学习经验 没有那么好 那这样你可以跟着你的小孩 学习的时候 好像一个新时代的学习方法 把自己以前学习经验 没有感受不好的部分 重新经历 使用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来学习 那我觉得这是最好的 就是一方面带小孩 一方面自己也重新学习成长 那透过您的求学经历跟自学经历 您看台湾的教育 您觉得最需要改革的是哪些年项 不过因为我是 新课纲的课程发展委员 所以最需要改革的 就是把自发互动共好 当作核心素养 我们已经写进课纲里了 而且也在去年上路了 所以我觉得最主要的 就是这个终身学习 适性养彩 不是说你就是一定要读大学 那读了之后再来想要做什么 而是说可能在高中的情况下 你读完高中就已经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 做了一阵子需要学术的这个讨厌 你再回到大学 像我当时肯定一样 那这样子的话 不但你的学习动机比较强 而且你会觉得大学是可以一辈子陪着你的 而不是说你取得学位之后 还是跟他没关系了的事情 现在我们看唐凤 因为您是台湾最年轻的政务委员 然后又有大家新线的这个高智商 您觉得现在的唐凤之所以是唐凤 就是回顾就过去这些年 哪些事情对您的这一身 到现在成为现在的唐凤 影响最大是哪些 最重要的很可能就是杜惠平校长 当时就是决定说 好那你明天不用来学校了 如果他不这样讲的话 那按照这个强迫入学条例 我至少还得在中学里面 继续待个一年半 那很可能我就不会觉得说 好像这个体制对我是友善的 那因为校长自己率先这样讲 所以老师啊教务主任啊等等 都很支持我的自己学习的计划 我回去是说 我现在想要见某一位教授 你认不认识啊 老师都很愿意帮我安排 那这样的情况我就会觉得说 这个学习的体制 他本身是创新的 他对我的创新也是鼓励的 但是如果当时校长 是采取一个打压的一个态度的话 那我觉得我大概凭自己的力量 也没有办法说 一下子就决定说 那我就来复法快 这个公民不服从啊 可能没有那么容易 是您在25岁的时候 就宣告了您的跨性别身份 然后在行政院的这个人士资料栏里面 性别栏您是填补 是这样打破了这个性别二元划分 这件事情对您的意义是什么 对我的意义大概就是说 我不会在脑里觉得说 好像有一半的人跟我不一样 而是说 这个雄性的青春期我也经历过 雌性的青春期我也经历过 那所以会变成说 大家都跟我有比较重叠的生命经验 那比较可以去同理各种各样的人 那这是一部分 那另外一部分也是说 我虽然性别填补啊 旁边还有一个栏位叫党籍啊 我也填补嘛 所以这个就是选美一边站的这个概念 就是我没有特别觉得说 哪一个党派的才是我的朋友 其他不是我的朋友 只要是智人就是人类啦 都是我的朋友 我们有同事想要请问您的择偶标准是什么 择偶标准就是要是现代智人 现代智人如何定义 就是因为像也有人问我说 我最喜欢的科目是什么 我就说是人科临掌目 那也就是说智人其实就是人类的一个分类学上面的一个名称啦 所以只要是人类我觉得都是合乎标准的 是 那您提到您很喜欢用这样的类别来划分吗 因为像您的食物您就不吃有脊椎的动物 为什么 尽量不吃了 那但是如果就是像在午餐的时候 那个汤里面啊 它可能在熬煮的时候 可能有用骨头等等 我也不会说一定要把汤倒掉 没有到那么就是非常严格的这个地步 但是就是我自己点的时候 我尽量会点一个脊椎的动物 为什么用有脊椎来划分食物呢 那那当然是因为说有脊椎我们在科学上面是知道说它是能够受苦的 就是可以suffer 那当然有些没有脊椎的好像也有suffer 好比像说像章鱼 所以像在英国动物保护法也保护章鱼 因为它好像有八条脊椎 那在这样子的过程里面 其实我们所看到的是说 不要因为我自己的生活 自己的生存 而不必要的造成其他的痛苦 但不表示说我不喜欢吃肉 我还蛮喜欢吃肉的 所以我的那个就是午餐啊 常常就是在社会中心 世界中心旁边的一家餐厅 那那家餐厅呢 有汉堡啊 那也有这个就是类似像是意大利面 这个肉炒面 那但是它用的就是未来肉 就是吃起来就很像是肉 那事实上我闭嘴眼睛吃完全分不出来 但它事实上是植物性的 所以您可以克制您的这个食欲 不用克制了 就是说像之前我去参加一个活动 他们也有点那个锅贴嘛 那锅贴它不告诉我是素的的话 我吃起来就是肉的 它就是未来肉的一个锅贴嘛 那这个事实上不是什么 非常这个高档的餐厅才点得到的 事实上那个锅贴还是连锁店 我只是没有要业配而已 我知道你家 因为我女儿也吃素了 非常的痛苦 不少人对您近年来的发型啊 穿着啊都非常的好奇 就是您刻意维持的造型吗 因为像我们知道贾伯斯 他就喜欢穿黑色的高龄的帽衣 这样的造型是您刻意维持的 配色是刻意的 那但是就是到底是今天哪件T恤啊什么 没有特别去挑了 那配色为什么是刻意是因为我们推行永续发展目标 它是17个目标 也就是17种不同的颜色 那问题就是说 不管是蓝色或者是绿色 比方说淡蓝色是洁净的水资源嘛 那淡绿色是就是陆地上面的生物的永续嘛 那我今天参加一个活动 我若穿一个不相干的颜色 别人就会觉得很奇怪啊 我明明在讨论说循环经济 那个是棕色嘛 为什么他穿一个亮橘色 就是工业化与创新过来 那但是呢在里面黑白两色没有用到 所以我都可以穿 那深蓝这个色 就是我现在身上的这个颜色 它是第17项 就是达成目标的伙伴关系 那这个跟任何其他都是配的 所以我现在基本上就是黑色白色 然后以及深蓝色 这些您当政委之后 为了要符合永续发展目标 那其他的色票就很少成 是 您的人生啊看起来非常的 至少在您成年之后非常的顺利 您目前有经历过什么低潮或挫折吗 这个很多样 那好比像说 在就是口罩实名制刚上路的时候 那时候的挫折是非常非常多的 那也就是最爆肝的那一段时间 那好比像说 一开始我们设计了 就是即时的口罩的库存的更新 那马上就发现说 很多的钥匙 它是先发号码牌 甚至有一些是你的健保卡先给它 它慢慢的过卡 就发现说 那它看起来库存很多 慢慢的在消失 但是其实你去排的话呢 已经没有了 那所以好像我们做的系统 本来是要节省大家排队的时间 反而造成排队的跟钥匙的人的困扰 那当时这个呢是很挫折的 第一天真的是一直在想 到底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很快的就找到解决方案 就是如果它是早上发号码牌 中间不再发了 那它可以把这个营业时间直接公布起来 甚至它号码比它想象中的快发完 它只要按一个键 就可以把地图归零 从地图上消失 变成灰色的 那像这样子的过程 也告诉我们说 就是非常感谢这些央视朋友 在第一时间就透过 好比像说江明宗的那样子 一个口罩地图 及时告诉我们 我们的做法 我们以为帮了他们 反而害了他们的情况 以及更重要的是 有哪些解决方案 所以我们只是确保说 每次他们一提出来 虽然我们真的很挫折 我想钥匙也很挫折 台队团也很挫折 但是我们一个礼拜之内就会改 每个礼拜改都不完美 但是每个礼拜改都更趋近完美一点 所以这次在邮局发三倍劝的时候 第一天也出现一样的情况 但是到了第二天 我们就把从钥匙那边 累积来的所有的经验 都请邮局这边实作 到了第二天就什么问题都没有 所以可以说是钥匙朋友们 帮邮局的朋友 节省了非常多 这个尝试错误的时间 所以您不怕尝试错误 对啊 开门造居 不可能一下子是完美的 那面对这些挫折的时候 您会有什么反应吗 会睡一觉 就是先去睡觉 对啊 就是先把就是大家的批评指教 那都装在脑里 不需瞎判断 然后睡一觉 那如果特别困难的问题 就要加班 要睡到九个小时 那这样子醒来了 就会有一个综合各方立场的 一个解决方案出现 所以您的加班方式就是多睡一点 当然了 对 会不会跟大家谈一下 就跟大家一般的印象中 睡眠是在休息太一样吗 不过我睡眠是主要的工作时间 那现在比较是休闲了 所以我在睡觉前 我会把隔天想要处理的这些事物都看过 那如果它有几百页 我就快速的翻过去 也不会在脑里念出来 也不会做判断 那但是也不会播脑中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只要我睡得够早 那我只是一解决了这个问题 就会醒来 所以如果需要七小时解决 我就睡七小时 需要七个半小时 那就七个半小时 八个小时呢 已经是很复杂的问题了 九个小时呢 就是最复杂的问题 所以您在睡眠 睡醒的时候 其实你都会记得 你晚上 没有只记得解决方案 每天晚上吗 对对对 那个过程是不记得的 这个这样工作量 不会太大吗 不会啊 因为我就算睡了九个小时 就是有加班嘛 那这样子还是有十五个小时可以休眠 所以您现在都来休眠 所以现在这些答案 其实都不需要耗费太多呢 就是不讲思索了 是非常有趣啊 那您可不可以跟年轻人呢 送他们几句话 就是您经过了不管是求学啦 或者是人生的各种 看过各种风景之后 有什么需要 要跟他们勉励的 或者是您的自用 好啊 那就十六个字嘛 那就是万事万物都有缺口 缺口就是光的入口 是我有送对话 是 您还有什么要跟大家补充的 好啊 那如果你还没有领三倍券的话 那要记得 就是在家里做数位防病 是绝对不用排队的 而且呢 如果你愿意把你的爱心 捐赠出来的话 也非常感谢 如果你要捐赠台湾 这个人权的促进会 跆拳会的话 因为我们政务官 没有办法捐给跆拳会 所以如果你要响应这个 唐凤不能捐跆拳 我来捐的活动的话 他们的爱心码是1984 好 我想想刚刚的同事 请我再问一个问题 台湾你有货 不是 OK 就是关于低薪这件事情 因为现在非常困扰 年轻人的其实是低薪 台湾的贫富差距也越来越严重 青年贫穷的现象也越来越严重 可是在这个同时 低薪的同时 其实老板因为觉得 您觉得多劳 希望年轻人多做一点 您怎么看呢 我想就跟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的 类似的状况一样 要解决这个问题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组织起来 如果你是在一个比较大的 就是工作的环境 比较规模的 那当然可以用工会 这样子的方法 在一个稍微比较小的 或者是以自营业者为主的 这个产业也有它的成立工会 那如果这些都没有 服务形态为主等等 甚至可以考虑成立一个合作社 我们有看到很多 想要解决低薪问题的朋友 他就是透过劳动合作社 或者是农业合作社 生产合作社等等的这种方式 或援助民族的合作社等等 去改善自己的工作条件 因为当你结合起来 变成一个合作 或团结经济的时候 就不会再有老板 跟员工的一个差别 如果你的理事主席 这个对你不太好 你投票把它换掉就好了 因为在合作经济里面 不是一块钱一票 而是一个人一票 所以不管是 在现有的体制里面的 集结团结 跨产业之间的 这样一种集结团结 或者是甚至你把自己的生产方式 跟其他类似生产方式的朋友 透过合作运动的方法 集结起来团结 这个才真的是有力量的做法 那您可不可以跟年轻人朋友分享一下 面对挫折的时候 可以保持什么样的心态 好啊 我有一个很常见的一个 物谬 就是说碰到挫折的时候 你要去赶快解决它 那事实上 说不定你旁边的朋友啊 家人啊 也会说 你赶快走出来啊 等等 但是呢 我的想法不是这样 是觉得挫折来的时候 就好像是一个客人 如果你现在地方够大 有一张空的沙发 你不妨邀请那个挫折 就住下来 跟那个挫折相处一段很长的时间 那个挫折说不定 有值得你认识的地方 说不定有些结构性的问题 根本不可能立刻解决 如果可以的话 早就解决了 所以这个情况下 你跟他相处的越久 创新越可以进入 你所在的地方 如果你即时把那个挫折 感觉赶出去 想说 我赶快抄个标准答案的话 反而那个创新即使存在 说不定也不会挑你 作为这个创新的载体 所以我觉得跟挫折 长久的相处 才是创新最主要的一个成分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